这是怎么回事?宋慧乔承认与著名明星Gbiz发生性关系。这是怎么回事?宋慧乔承认与著名明星Gbiz发生性关系。宋慧乔意外地承认了与著名明星Gbiz的亲密关系。宋慧乔是当今Gbiz的女演员之一。最近,她在荣耀中饰演女主角月亮东恩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宋慧乔化身复仇的恶女,以良好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久前,韩苏熙对姐妹们说,现在宋慧乔姐姐就是我的。在此之前,她还在个人Instagram上发布了与宋慧乔的合照,并被她的姐妹们分享。这两位明星的举动被认为是两人即将合作拍摄电影的证明。 近日,宋慧乔和韩苏熙再次放声,让公众坐立不安。因此,在宋慧乔的一张照片中,韩苏熙评论道,我也是。我也在这里拍照。 然后荣耀的女主角回答说,下次我们一起拍照。根据给出的信息,在荣耀之后,宋慧乔考虑了在正义的审判项目上的主要邀请。 此前,2022年8月,韩国媒体报道称,韩苏熙也正在考虑加入李勇博导演的电影项目。 随着最近的亲密举动,人们却信这两颗明星正在暗中确认将参加影响的心态。 忏悔的代价是一部恐怖片,讲述了两个女人因谋杀的奥秘而被束缚在一起的故事。 其中,宋慧乔将饰演安永书,一位美术教师,在被卷入谋杀案后生活颠倒。 韩苏熙将饰演莫安,一个对社会有反对倾向但对隐书软弱的神秘人物。 忏悔的代价是一部恐怖片,讲述了两个女人因谋杀的奥秘而被束缚在一起的故事。 其中,宋慧乔将饰演安永书,一位美术教师,在被卷入谋杀案后生活颠倒。 韩苏熙将饰演莫安,一个对社会有反对倾向但对隐书软弱的神秘人物。